说起关于Twistmo 我率先想起来还是马莎RD GT 那本次车展呢 马莎RD也是带来了全新的 旗下的首款200%纯电车型 那么这款马莎RD GT纯电跑车 主要搭载了800伏架构 并且搭载了三个300千瓦电机综合输出马力 可以达到1200匹 零版加速27秒 如果说燃油版的马莎 只有声浪 只有外观造型 那么纯电马莎GT终于可以和价位接近的车型 在性能上摆摆手腕了 那么外观如大家所见 整体线条非常流畅 圆润 没有一丝棱角 油着一颗鹅卵石一般 主打的就是一个优雅 并且纯电马莎为了实现更佳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采用了专属的扰流板前扩散器 使得空手的气数进一步得以降低 那么坐机车内 整体的内饰设计和此前推出的Gregali 还是非常接近 这个车机的UI设计虽然不甚精美 但是总算跟上了时代 采用了一个大屏幕 紧急了老款油着电话按键的中控设计 那么这个空调按键也就像在下方面板里 个人是不喜欢这样设计 因为没有实际按键了 不方便盲操了 大多数的跑车 整个乘坐体验是谈不上舒适的 但马莎GT给到了精细 坐上去并不会有帮忙硬的感觉 并且把这个座椅调到最低处 整个坐姿是非常低的 有一种天地飞行的感觉 暗示呢 这是一款纯电车型 能坐在这个电池上 避免还是让人有些担心 所以说如果您驾驶了 这台车遇到了烂路 还是选择绕路吧 最后 马莎GT这个品牌给到人最深印象 就是钢琴师调过音的排斜声望 那么纯电之后 没有了声望 马莎还有些什么呢 并且 这个售价 198万8起 已经快赶上 优惠后的自家旗舰超跑 MC20了 这两款车型在售价上 并没有拉开什么档次 那么已经上到200万这个区间 你会点点脚选择MC20呢 还是选择这个纯电的马莎PT呢